只要记得过去,您将无法制定未来的计划。 亲爱的朋友们,今天我将告诉您双鱼座上升的2021年预测。 该图是行星在运输过程中旋转的图表。 双鱼座上升的人继续做一些工作,他们喜欢忙碌。 他们喜欢阅读和教学。 他们很快感染。 他们的生活有很多变化。 财产方面也有损失。 花了很多钱。 他们也提供了很多捐款。 给别人很好的建议。 遵循原则的人。 照顾家庭和睦相处。 现在开始进行预测。 这里写了12个数字,所以你是双鱼座方星为爱。 如果你的星座运势在这里也写了12个数字,那么这个预测很适合你。 请不要在观看视频时犯任何错误,否则预测将不匹配。 该预测基于印度时间和日期,因此您应该根据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日期和时间设置预测。 今年您将获得很多机会,这将使您的职业和事业遥遥领先。 在某些工作中,由于自身问题,您的工作将被延迟。 但这也将对您将来有所帮助。 很长时间以来,您一直在为自己的业务做计划。 现在,您还将从工作中的辛勤工作中受益。 您从竞争对手那里得到的问题将结束。 对于金融领域的工作人员来说,今年将是非常好的。 您的荣誉和尊重将会增加。 您可以在3月、4月、5月和6月进行促销和加薪。 失业的人可以找到新工作。 如果您想换工作,那现在也会发生。 5月22日至7月19日将是最佳营业时间。 由于祖传财产而引起的辩论也将结束,您可以从该财产中受益。 您的经济状况现在会变得更强。 家庭内部的分歧也将消失。 如果您想结婚,那么婚姻也会发生。 结婚的最佳时间是4月20日。 如果您想生一个孩子,那也将被发现,为此您必须背诵桑塔纳、戈帕尔州。 您的政府工作已经停滞,将完成。 您不应该在股票市场上投资,否则您的资金将被冻结。 如果您想出国工作,可以,也可以出国。 从4月6日到9月13日这段时间最好出国。 如果您爱一个人并想表达您的爱,则可以。 在7月和8月期间,您的亲戚可能会有纠纷。 也可能与办公室工作人员发生纠纷。 在9月和10月,您的责任感可能会增强。 您可能在11月和12月有孩子。 您的孩子走错了路,现在将开始学习。 2月10日,摩PAC座将有6个行星汇聚在一起。 摩日座进入你的第十一宫,那么它将影响到所有人。 您应该在这一天注意一点。 2021年将有两次日食。 5月26日有月食,6月10日有日食。 印度不会出现日食。 每次新月都要宣读皮诗奴Vishnu Sahasranama。 藏红花Tilet应在星期四使用。 尊重您的母亲和老师,这将对您有益。 现在是2021年双鱼座,上升的预测。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,以获取更多信息。 谢谢。